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2年的夏天 三叔给我打电话 让父亲跟我一块回齐家团 家里长辈经过一番讨论 决定给祖坟里的无名老祖宗签纯 这个消息令我大为激烊 因为在盟村 人们极为忌讳随意签纯 改变祖坟的风水 不但家产不明 甚至会遗害子孙 如今我80岁的爷爷 已经成了齐家的大家长了 因为那一辈人中只剩下他一个人 显然 签纯这件事情 他肯定是同意的 一到爷爷家 父亲第一句话就说的 就是不同意 父亲说 虽然老齐家的家谱有损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座坟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这是齐家祖坟中年头最长的一个 可以说是齐家的老祖宗 这老祖宗的坟 怎么能轻易动呢 三叔一听父亲说不同意签纯 这整个脸都垮了下来 二哥 你多年没回家了 你知道这祖坟已经成什么样子了吗 我告诉你 那种无名坟 这旁边的枯草都枯死了 你又知道这几年 我又经历了什么东西吗 三叔说完哽咽了 一声粗糙的大手 抹着眼泪 他出去了 父亲一下子安静了 说起来 这兄弟几个人中 数三叔最聪明勤快 然而这些年 这厄运就像一朵乌银银 总是在三叔的头上盘旋着 十年前 三叔瞒着在外面跑运输 可万万没想到 十五岁的大儿子 突然染上恶剂 短短三天就丧了命 三叔悲痛欲绝 却没停下运输的活 然而祸不担心 三叔所驾驶的那个车辆 肇事了 这压死了一位 年仅八旬的老教授 三叔这个人 开车一向是很小心的 但那天肇事的情况来看 老人往哪边躲 他就往哪边开车 连他自己都不明白 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由于违法 情节非常严重 三叔坐了三年的牢 出狱之后 面对一匹如洗的家庭 三叔开始 从四轮车 一分一分的赚钱 这一点一点的还债 一年之后 三婶生了一个女孩 正当全家开心的时候 又一件惨剧 发生了 三婶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睡着了 压死了他们刚出生的女儿 三叔崩溃了 他把三婶吊起来 打了一顿 只打得 这三婶又哭又叫的 就是一定 就是这一场暴力 彻底改变了 夫妻两个人的关系 从那以后 三婶再也没有做过家务 这整天在外面 到处打麻将 也不顾家 这最近两年前 三婶又生了一个女儿 可却在一天 可却在一个停电的晚上 三婶留下了一根蜡烛 然后跑到邻居家打麻将 这一场大火烧掉了 那个女儿的耳朵 爷爷说道啊 老三 已经受不了这十年来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他请了风水先生 而且 风水先生一口咬定 问题就出现在那座无名的祖坟上 这座坟 周围不长草物 又是无子碑 风水已经坏了 再不遣坟的话 子孙后代都会有麻烦的 父亲一听 居然不吭声 齐家人骨子里 对风水 风水啊 极其执着 到了第二天一早 这齐家上下下 二十多个男丁 浩浩荡荡的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我第一次到 齐家祖坟上来 这间向阳的山坡上 临此洁癖地 挺着一个又一个的墓碑 那个风水师傅 拿着树枝 这一指 众人爬到山顶上去 眼前的景色令我大吃一惊 在山下 看这风水还是好好的 可站到了这山顶才知道 这山顶上的树 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部枯死了 一个孤零零的五子墓碑 这上面一根草都没有 看起来非常的悲凉 爷爷作为家里的长子 先动手挖了一块土 紧接着儿子辈 孙子辈的人 也开始动了铁桥 挖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一口大红棺材 突然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这口棺木都已经三百多年了 这颜色极其的鲜艳 但是这鲜艳的颜色 只保存了一段时间之后 一会儿就没了 然后就渐渐的暗淡了下去 看起来就像是剥了皮的 棺材一样 父亲作为掌尸村 是第一个拿起这个鲜棍 开始敲这个棺材 在几位叔叔的帮助之下 父亲一点一点的 敲开了棺材盖 他脑袋伸在了棺材缝里面一看 突然之间大声叫了一下 吓得扔掉了鞋条 把当场的人都给吓了一跳 三叔颤颤颤颤的问道 大哥 什么情况 是不是已经彻底坏了 所谓彻底坏了 是我们当体的一个说法 风水彻底坏了 容易出干湿 十年前 村子里有挖出过水淋淋的百年老式 最后的结果 却是有人撞了鞋 死于非命 见到这种情况之后 风水师就呻吟了一下 唉 吃香一大养成 切无随便暖动 为今之计 今晚此时 你们家出十个男丁 带着红布 把这尸体包裹起来 背出来烧掉 第二天一早 大家来签坟 众人只好匆匆填上黄土 浩浩荡荡荡的下山 一回去 爷爷就嘱咐我们早点睡 不要耽误半夜签坟 坐在十二小时的火车上 又跑到山上去挖坟 我的疲惫性 还真是没过 听了这句话 我当时就倒头 睡着了 可刚睡了没一会儿 我突然被一个人给摇醒了 只听他说道 儿子 儿子 快醒醒 快醒醒 我眼睛一睁 天色已经是彻底黑了 难道已经到了千坟的时候了 我一抬头只见墙上的钟 只向了晚上八点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父亲已经开始催促我起来了 我就问父亲到底要干什么 父亲把这声音压得极其的低 别说话 快 快 快 他 他的神情特别的凝重 眼神绝绝 我知道父亲从来都没有跟我开玩笑的习惯 这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我赶快穿好衣服 跟着父亲捏手捏脚的走了出去 他先让我出了院子门 自己在院子里磨刺一会儿 再出来的时候 这手里多了两把铁锹和一个马带 我心里顿时想了一想 难道父亲要在这个时候当独跟我去签坟吗 爸 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去签坟呢 你小子脑子还挺灵光的 知道要跟我去签坟啊 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去签坟 而且必须在十二点之前 就是你叔叔他们来 之前我们一定要赶过 赶过去 听到没有 我愣住了 父亲为什么要提前开关呢 大半夜的就我们父子两个人 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大堆问题问出口之后 只得到父亲的一句回答 你别问了 是我儿子 跟我走 父亲这个人从小肩负着家里长子的责任和希望 心情中却有着极其小孩子的一面 他不愿意说的话 无论怎么说 他都不会开口 用我爷爷的话来说 就是主意太正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我确实是父亲的儿子 我当时只能咬着牙跟着父亲 在黑漆漆的土路上 一步一步的踏上亡灵栖息之地 想到这里 我只感觉到自己脚底 疑症的发凉 我们父子二人 剑步如飞地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硬着头皮 跟着父亲往身上走 直到爬上山底 这才敢往下看着 大半夜的 我脚下踩着的可都是诸位祖先 鬼火在山间飘飘盈盈的 照亮着一排一排的坟包 看上去就好像一座一座 秀珍的小屋子 我赶紧双手合十 拜了三拜 莫念道 祖先月亮 祖先月亮 这么晚了 早点事啊 千万千万别出来撩打 祖先祖先月月亮 别瞎倒顾了 快走 父亲这么一说 我某人发现 我根本不是紧紧跟在父亲身后 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被父亲远远地摔在了身后 要不是有着手电头照亮 我恐怕根本找不到父亲了 我再也不敢四处乱看 乱想 跟着这光啊 往上走了过去 走在这个坟墓之路 相当的诡异 刚刚走错路 这惊得我一头冷汗 等到看到那座五子碑的面前 更是吓我一跳 黄土中 半遮半眼露出来的大红棺材 好像比白天 那个颜色更加的鲜艳了 虽然知道父亲此行的目的是要来签墳的 但是看到眼前的变化 我忍不住问父亲 爸爸 要不还是等叔叔他们来再签墳吧 你懂什么 这棺材里有金子 我一下子想到了白天父亲撬开棺木的表情 有那么一瞬间他确实惊讶了一下 没等旁人低头去看 他赶紧抽出鞘棍 原来在那一瞬间 他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 打算把这个金子据为己有 而我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对劲 父亲并不是什么贪财之人 对劲心思为了得到这个适者的金子 这实在是不符合他的个性 爸 难道你起了贪图之心吗 你啥管 快点 快点挖土去 我干脆往地上一蹲 爸 你不说的话 你不说明白 我可不会干那种缺德事 父亲气得骂了我几句 却也拿我无可奈何 他愤愤地说道 其实啊 这些金子 被家里人其他人看到 这钱坟这事 可就复杂了 几十年前分家钱 老齐家就遭了一劫 你姑奶奶 就是因为金子分得不均匀 投何自尽了 这笔不已之财 一当进骨见光 只怕老齐家 又要经历一场混乱纷争了 父亲这人表面粗糙坚硬 这内心却十分的细腻柔喜 作为家里的老大 十分在意一大家子的和睦相处 我从地上起来 从父亲手里接过铁枪 刚才跳进土坑里挖这个坟土的时候 突然看到这墓碑上面有些阴影 我赶紧拿手电筒照了一下 这一照 吓得我一下子坐在了土地上 父亲过来扶我的时候 这一遍接着一遍问我怎么了 我哆哆嗦嗦地说的 爸爸 有字 有字 这屋里老坟的坟墓 明明是没有字的 父亲拿着手电筒照着五字背上 可见这五字背上明明写着几个大字 爱女 其 抒轻之母 父亲年轻的时候 曾半夜穿梭这个深山里寻到 保护铁路 经历黑夜的恐惧 反而不像我那么大惊小怪 我小时候 就听说过这五字背上 晚上的时候会出现字 我以为是瞎说的 可没想到是真的 不过 这奇书亲者人 我还真没有 在家谱上看到过 而且 从这名字上看 这个人 应该是个女的 可是咱们家的祖坟 可是不像女的 这可真是奇了 这五字背如此的邪门 我心里感觉冷嗖嗖的 劝怒的跟着父亲说 爸 要不 咱们还是别挖了吧 父亲一跺脚 自己跳下了坑 只听到他 啊呦一声 我心里 心想肯定坏了 赶紧跑过去 用这手电筒移找 父亲身体 蜷缩着 这声音 透着痛苦 我的脚崴了 快 我当时跳下坑坑之后 用背 顶着父亲 把他送出了这里 可当我要爬上去的时候 父亲却扔下了一把铁锹 说 你别上来了 把土挖开 没想到 我就这样被亲爹给坑了 我化恐惧为力量 拼尽了全身的力气 去产土 还好白天的时候 这里已经被众人 帮挖过了 因为晚上 还要准备来签坑 所以 这盖土 也只是做做样子 这表面上 只是覆盖上一层的土 没一会儿 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 大红的棺材 暴露在我的眼前 我生平第一次 那么 我就 在几个里面